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大力分享在日本的旅游交通卡 叫做Hanky Tourist Pass 这张卡只可以给外国游客购买 换句话说,就是日本有公民不能使用 你可以选择一天或是两天的配套 这次我们选择了两天的配套 这张卡可以让你无限搭乘板级所有路线 包含了京都、大阪、神户、宝座 真的是非常方便 可以在京都合园町 京都、Kawaramachi 地铁里的Hanky Tourist Information Center 板级、咨询中心直接购买 不需要预约 一个人只要1200元日比 所以你只要搭乘三次 起时就回本了哦 我们使用了这张卡去了很多景点 其中包括了非常有名的京都景市场 市场里应有尽有 包括了海鲜市场、当地美食、药材、各种餐厅、寺庙、电子产品、服装、日本刀、枪支店、无金行、药铺等等 据说设立于天正年前 约400年前 作为江户时代三仙、食品、批发地 景之店而闻名 现在几次市场都可以看见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非常热闹 在这里 我个人最喜欢的游客是 賣甜甜圈的專賣點 叫Ko-e Donuts 裝潢是開放式廚房的概念 可以吃甜甜圈 配咖啡 還有各種飲品 還可以欣賞廚師們現做甜甜圈 非常的有條理 秩序規劃很好 非常整潔乾淨 除此之外 我還想分享日本的藥妝鋪 日本有超級多的藥妝鋪 加的種激烈石 方 Sport 開放 視頻 還有我個人非常喜歡使用這款 子养釀釀釀釀 我都稱它為小蘭拉 還有這款dhc的維他命 和清涼的盐藥水都非常好用哦 我们还特地去了神户吃原主烧肉 这家烧肉是用烫火来铺调 食材都非常的新鲜 价格也不会太贵 非常平民 不过这里的员工都只使用日语来沟通 英文单字非常有限 不过他们对外国游客还是十分有耐心 而且亲切 尽他们最大的努力 一手跨脚来服务 最后我们用这张卡来到了大阪 继续我们的旅程 谢谢观看 拜拜